今天上午 日系动购机的优点也是用量小 耗油低 做工精确气质 但是缺点是不提示 与德系的动购机相比起来 没那么扛造 不过两种动购机的技术含量 是丝毫不差 动购机的这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控制这个地面沉降 对这个道路和楼房的影响非常小 这台日产动购机名叫开拓者号 是针铁九局沈阳地铁项目部给起的 预计它每天的绝禁速度为12米 主要负责起工接站 以及起工接到重工接 起工接到宝工接的两个动购区间 全长3.2公里 我们的动购机从起工接站始发到重工接 这个区间是1.4公里 对往西 然后是回过来掉头 然后是往东到宝工接 这个区间是1.8公里 当初在往沈阳运输这台动购机时 可没少费周折 因为无论动购机的长度还是重量 都超出了高速公路以及航运的标准 所以施工人员只有把它大卸八块 等到达施工现场后 再用螺栓焊接上分批次地向地下20米处吊装 这切割是为了过高速公路口 就是为了运输方面 主要是为了运输方面 这切割以后会不会对使用上造成影响 那不会造成影响的 按照出产厂家的设计 动购机一般的使用寿命可以绝近10公里左右 这也就是说在沈阳地铁一号线服役结束之后 这台动购机很有可能会再次披挂上阵 我们现在也是准备二号线 或者是以后的三号线四号线投标工作 这个动购机就是以后还会在沈阳再见 还会再继续使用 对对对 沈阳地铁一号线的一期工程的总共需要7台的动购机 那沈阳地产一台 另外6台需要进口 有道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今年的2月8号来自上海的春秋航空 在沈阳一张嘴儿就惹恼了南航 上航还有东航这三大主流的航空公司 你问了脑什么呢 沈阳到上海的正常机票的价格是1400块钱 春秋要价299 这比火车硬卧的价钱还便宜 别人的买卖还能做吗 2007年2月8号 春秋航空公司将沈阳到上海原价1400元的机票 降到2.6折299元 同时沈阳到南京三亚两条航线 也分别从原价1460元 2650元降至最低399元 900元 我是往返的 然后是1110 700块算下来 对对 全部含在里边 面对春秋航空咄咄逼人的价格攻势 三大航空公司不得不在节后 接招应战 从3月1日起 南航推出200元沈阳至上海的特价机票 上航东航也表示 会在近日推出200元特价机票 一场没有硝烟的空战正在上演 那么各条航线 那么不同的点都采取了 那么各种不同等级仓位的价位方式 现在南航每天在上海和南京两条航线上 会分别放20张特价票 特价航班每天安排4班 比起春秋航空每天一个航班的密度 及不提供餐食的打折服务 南航的回机显得很有力度 说完整的航空公司的票价产品是一个多等级的 那么不同等级产品 对于不同旅客的需求 不能说盲目地说选择一种产品 或者是选择另一种产品 其实低价机票也不是无懈可击 如果一旦遇到天气原因 或是乘客物机等意外情况 超低折扣机票 不能办理退票或转签手续 那么高票价呢 它就是为了规避这种航班不正常的风险 带来的不便 那么采取这种高票价 除了面对南航 东航 上航 三大航空公司的竞争 一直走低端路线的春秋航空公司 还必须面对民航总局的限折令 所谓限折令 就是2004年4月 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中提出的 机票下幅标准不得低于45% 也就是说机票最多只能打5.5折 而去年11月份春秋航空进入济南 高调推出济南到上海99元 甚至1元的超低价机票 济南市物价局以超低折扣机票 违法为由 开出一张高达15万元的发单 就是说这是改革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矛盾 其他的全服务的航空公司 包括像南航 东航 上航 在很多航线上都推出了1.3折 甚至于是1.5折的机票 这样也是远远低于 这个县令的规定的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说 现有的规定 与现在的市场的那个状况之间的 竞争的一种冲突 但是长期以来 高举廉价航空大旗的春秋航空 每到一地 必高调推出超低折扣机票 面对低价票和县折令之间的矛盾 春秋航空公司并不担心 中国有13亿的人口 只有1.6亿的旅客的那个成绩量 还有众多的十多亿的人 是没有坐过飞机 但是我们通过一个很低的票 让需要乘坐飞机的人 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成型 是提高了飞机的利用率 有效利用率 同时呢也是为未来培育了市场 您可能会问了 说春秋航空是不是赔本赚腰喝呢 去年航空业全线亏损 只有春秋赚了3000万 这些钱一半是赚的 另一半是省的 除了电子订票 还有不提供盒饭之外呢 在上海的虹桥机场 这个春秋航空 使用的是国产的百度车 老牌的航空公司 使用的统一的 都是进口的百度车 您要知道 这两者的价格相差四倍左右 再看川的 春秋航空的地面工作人员的 防寒制服呢 是普通的混仿的质地 而其他的航空公司呢 几乎都是泥料的 压缩成本 先从内部人不依素时开始 这个姿态非常的难得 跟评价药房一样 率先揭开这个行业秘密的 挤压价格泡沫的 肯定是要爱砖头的 但是只要服务质量过关 消费者买账 肯定关不了门 79岁的赵大爷 在沈阳市 恍顾区华山路啊 住了半辈子的平房了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 澎湖区的改造 这坐电梯 住高楼的舒心日子来了 没成想的是 这楼房盖好两年多了 老爷子却始终连家门都没进去呢 赵大爷的新家 就在一单元的八楼 可每每提起回新家 赵大爷却只剩下一声叹息 现在我在二十年进来 外边住房住呢 五百五千一个月 我上不去 我这俩腿都有毛病 十七层的高楼没电梯 不光是上了年纪的赵大爷 在那干着急 住在高层的居民 更是一肚子的苦水 你看我们那楼城吧 六家 八来四家 现在走了三家 就算我一家给他停了半年 可累了一天 上楼上也得修三十七的 因为我家是顶城 刚才那老头 上楼十四楼的大人 他也腿疼 他妈是七十七 他因为不离花钱 故意回一百元钱 我背他妈 他妈轻易不下楼 进来楼上待着 这栋高楼有三单元 其他两个单元的电梯 都用了一年多了 可唯独赵大爷家的这一单元 却迟迟未安装 究其原因 问题就出在该单元 这位顶楼住户的身上 原来两年前 电梯施工的时候 施工队的确在他家的 房顶上存放过电梯组件 据这位女士说 当时这些组件 不光把他家的墙壁 压出了裂缝 就连楼顶的防水层 也给破坏了 但根据记者了解 事后皇宫区房改办 专门对此进行过调查 并及时对破损进行了维修 可这户顶楼的居民却觉得 这些补偿远远不够 他赔偿两千六 他给他开发商了 他说的 但这白条 我一直没能玩的 咱们没看到钱 整个我们这些钱 都做防水了 我赔偿 我是对他造成的 所害部位已经修复 墙面裂缝 就我们看了 他不是墙底裂缝 后天冲墙 升完以后 他经过一年的风干 他都有这个文 房改办认为 破损处的维修已经完毕 而且房子根本就不存在质量问题 所以这位顶楼居民的要求 是毫无理由 但是顶楼这户人家 却坚持自己的要求 得不到满足 你这电梯就甭抢案 这家不要维修 就要的钱 要六千块钱 上面的屋面放点东西 就能给你墙底压裂了 那是可能性向 那你楼上就得鉴定了 对不对 就出问题了 他闹黑头咱也不干 他不闹的时候 咱就干点 如果他这个居民嘛 他重演嘛 他要不耽误咱们 不行要咱失控的话 也有四千八千 说来到去 顶楼这户差的 根本不是维修 而是钱 就为这 害得整个楼洞居民 天天爬楼梯不说 自己也跟着 从17楼爬上跑下 足足两年 也没少遭罪 那你不觉得 自己上楼什么的 也特别不方便 对啊 是不方便 那倒没办法 对不 你说安完电梯 他跑了 我上哪找去 我不给他解决 他就不让 安电梯里给干活 这不就影响我们了吗 两年了 整个单元的居民们 爬上爬下的 都是因为顶楼的这一户 邻里邻居的不分老幼 都一块受罪 大家不方便 你也不方便是不是 装电梯跟陪损失 这是两码事 各走各的道 装满楼的老老 稍稍来做人质 这个不太合适吧 咱们再来 异议广告的事 您是不是赞成 修改现行的广告法 虚假广告代言人 也一样受到惩罚呢 这个话题到目前啊 已经参与的人数 上升到了934位 来看一下 比例有没有变化 选择A的观众更多了 650位 最多的目前为止啊 占到70% 选择B 不赞成的观众 252位 占到了27% 那选择C的观众 有32位 占到了2% 不知道 接下来把电话 打进直播间呢 这位热情观众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听一听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李 李先生 您觉得这个事 您赞不赞成 我认为明星 为产品做代言的话 必须要为产品的质量负责 嗯 您赞成 对 我认为呢 第一 观众买这种产品 广告商 找明星做代言 这些都是因为 看中他们的 公信